今年延期高考的艺人盘点,张子峰照经脉不算啥,他才是男上加男,第一个就是张子峰,张子峰是国内知名的实力小花,张子峰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演戏,演技从小被夸到大,而且张子峰不仅演技实力好,他的学习成绩也十分不错,在年前的一考中,张子峰拿到了省议考同考第一的好成绩,今年要高考的张子峰,因为这次时间的变动,可以多复习一个月。 但是也会对张子峰之后的一些工作安排产生影响,第二位就是赵金脉,赵金脉跟张子峰一样,也是国内现在比较出名的小花,尤其是他近几年拍摄的少年派,初恋那件小事等电视剧的热播,让赵金脉的人气在国内很大的提高,赵金脉今年也要参加高考,最后一位的经历可以说是十分的坎坷,他就是燕许家的队友何洛洛,其实,何洛洛在2019年的时候就应该参加高考, 但是因为2019年何洛洛在参加选秀节目,有工业,所以决定推迟一年在高考,没想到,今年要参加高考的何洛洛,因为国内的特殊情况,高考时间又一次被推迟,在高考这条路上何洛洛的经历可以说是难上加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